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攻略 战役狂潮第五关全自用自动满翻打法满收益奖励 一流的五天活动副手动流程 崩坏,心穷铁道 给大家带来战役狂潮第五关 异三创流的两个打法 都适用的适用角色 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全自动的这楼 咱们的buff选择战役阶纳2选择群体异三 战役阶纳3选择终极一击 用到的角色顺序是 符旋、颈缘、停缘、花火 注意这个顺序最好和我一样 颈缘放在符旋的旁边 也就是队伍的中间 增加它的售击概率 加快大招的能量充能 如果你自己练了颈缘 而且练度比这个适用的高的话 你就用自己的颈缘 然后咱们开始战斗 进来之后咱们右上角先取消自动 这个AI因为战绩点的问题 所以开局需要手动一下增加容错率 当然你全自动也可以 但是可能通过的概率就没那么稳定 停云先手动给颈缘开个战绩 花火也是给颈缘开战绩 接下来轮到颈缘行动的时候 释放战绩 如果你自动的话 这个时候颈缘是普攻的一个状态 咱们释放完战绩之后 就可以右上角全程自动了 如果你前面没有手动操作的话 后续颈缘可能就一直差啊 一点能量 然后它的大招一直是处于差能量的状态 最终会导致你通过率变低 这个自动挂机的打法最终通关的时候 还剩于一回合左右 因为这个适用的颈缘的暴击率是60%多 所以我不能保证100%每个人都能一次就过 如果你想100%过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下面的这个半自动打法 下面这个打法打的会比较快一点 而且能拿到两个S的评分 咱们把BUFF换一下 善意阶段二选择单体一伤 善意阶段三选择终极一击 角色用这四个 而且顺序最好和我一样 希儿放到第二位 开局直接右上角自动 然后随时准备把自动关掉 然后变成手动 什么时候需要关掉自动呢 就是当希儿的大招能量充满的时候 你就关掉那个自动 后续几乎也是全自动 就是希儿有大招的时候 你就手动 善意一下希儿的大招 去打那个血量低的 有量子弱点的小怪就可以了 如果你反应不过来的话 也可以全程自己手动 跟着我这个视频的AI操作 我这里希儿的大招充满了 把自动关了 这个时候点击那个使用大招 那么选择血量低的小怪 注意你的大招只能用来打小怪 然后选择血量比较少的 那个小怪去打 这个时候溢出的伤害 就会建设到BOSS身上 好又可以右上角开自动了 当希儿的大招快满的时候 你就做好准备 取消那个自动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打法是比景月 那个快很多的 好大招又满了 然后选择血量比较少的 那个小怪去打 这个时候 如果所有队友都满的情况下 你把希儿的大招先放了 去打那个血量低的 有量子弱点的小怪 打完这个小怪之后 右上角又可以开启自动了 好现在开自动了 其实你偶尔有几个操作 没操作对的话也没关系 因为最终的剩余的回合还有很多 只要剩下了有两个回合 基本都能拿到双S评分 好这里大招充满取消自动 使用大招去攻击 攻击有量子弱点的血量最低的小怪 这个时候有一个在线 然后再使用大招 攻击那个蝙蝠蝠蝠蝙蝠的看性会低一点 好 先把这个在线给用了 然后大招 去打那个血量最低的 有量子弱点的小怪 前面的这几个Boss 基本都有量子弱点小怪 好接下来进入第三关 第三波首领 这个时候有些小怪是没有量子弱点的 比如右边的那两个 所以咱们的大招 就打左边的这两个有量子弱点的小怪 哪一个血量低就打哪个就可以了 好取消自动 放大招 打一下血量较低的这个小怪 有量子弱点的 OK这时候所有能量充满了 把希二的大招放了 希二的大招放完就可以开自动 好右上角自动 这个时候大招又满了 咱们把那个自动给取消 又打一下血量最低的小怪 然后再继续开自动 这里打完应该剩两个回合左右 这个回合应该过了 对过了过了 两个回合是能拿到最高分 也就是双S评分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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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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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